各位先生们大家好 我是大星 今天咱们不说废话 万物皆可自热系列 整齐 那这时候同样是给大家带来了 四种不同的自热产品 当然各位千万不要觉得这四盒太少了 这里都花到我120多块钱 首先第一款的话是来自新疆的自热手抓饭 那这个抓饭是真的从新疆那边发过来的 但是价格是比较贵的 40块钱一份 第二个是来自于陕西的羊肉泡馍 18块钱一份 这个价格还算比较公道 第三份是自热的佛跳墙暴汁捞饭 这个是39块9毛钱一盒 不过这台同样的价格看体格就知道 这个小了一圈了 那最后一个也是新疆的自热炒米粉 这个的话是30块钱一份 那我觉得今天这期自热系列 就有一点偏向于各种地方的特产 做出来的自热产品了 你像这个泡馍 抓饭 炒米粉 然后这个佛跳墙的话 其实都是每个地方的特色 所以在具体做成自热之后 这个味道会不会好吃 马上见分享 首先先拆这个最便宜的 制热的羊肉泡馍 哇 这里面东西好像还不少 浓缩汤包 辣椒酱 菜包 豆腐 这个小的应该是羊肉包 一包腌好的大蒜 一包粉丝 油脂包 外加一包这么大的泡馍 哇 这个白色一拆开就闻出来了 这个是羊油 我说怎么这么香呢 果然这一小块是羊肉 那这两个东西的话 应该是泡完之后再加的 OK 第二款来看一下这个新疆的炒米粉 咱们先把便宜的拆了 然后再拆贵的 哇 这个分量看起来比较多 里面有一包这么大的米粉 嗯 这个应该不是羊肉啊 这个是鸡肉 我估计这包料肯定是会很辣的 我们就少放一点 因为它叫做新疆爆辣炒米粉嘛 哇 这个挤出来啊 看起来有点像豆瓣酱的那种颜色 好 下一个新疆的自热手抓饭 哇 这个大包是酱包 哦 不对啊 这个是咖喱牛肉啊 完了 这个米好像是要先泡的 这个菜好像是放到上面蒸的 哎呀 这个拍了这么多期自热食品 居然这次翻车了 我的天 给一点水 我突然忘记了这个是米饭啊 不是自热火锅 这包我的 这包我的 OK 最后一个是鲍鱼佛跳墙捞饭 各位先记住啊 这个图片是这个样子的 一个米包 这个应该是鲍鱼加上其他的东西 这包是鲍鱼佛跳墙汤包 这个东西就非常简单 就三样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吃啊 那这次不能犯同样的错误了 这个先把米倒上去 加水 OK 这俩就叠到上面吧 让它蒸熟 好 那所有东西呢 咱们要统一等待15分钟 OK 15分钟过去了 这个东西呢应该也是OK了 咱们来打开看一下 哇 哎呦 确实吃自热食品的时候 各位真的千万要小心一点 因为水蒸气的话呢 的确是非常烫的 这个感觉泡成稀饭了 这个米真的还可以 撒上汤汁 哇 黄灿灿的啊 鲍鱼佛跳墙 OK 大功告成 好 现在进入咱们的试吃阶段 首先啊我们先来尝一下这个羊肉泡馍啊 因为这个是第一个泡的 这款产品呢 我觉得商家是比较聪明的 因为蒸空肉的话呢 其实里面的伤味并不是很重 但是它在里面加了油脂包的话呢 这个就感觉有一点点像是现煮了啊 但具体味道好不好吃 我们得先尝一下 哇 这个粉丝会比较吸汤嘛 我感觉这个汤呢 真的有那种羊汤的那种味道 哇 你别说这个味道确实还是蛮好的 我们再吃一下这个馍啊 那这个馍的味道呢就感觉稍微差一点 刚吃起的味道还是可以的 但是馍咬一口的话呢 就感觉有一点点夹生 这个是里面唯一一块羊肉 确实啊 完全吃不出羊肉味 要不是刚刚那包油脂包的话 这个汤我根据都跟那个清水差不多 那满分十分呢 我估计就只能打到五分左右 所以陕西的朋友嘛 在外地我觉得如果想吃羊肉泡馍的话呢 可以不用考虑这一款了 好 第二个新疆爆辣炒米粉 你别说啊 它这个辣到不辣啊 就是这个辣椒感觉太多了 你吸进去的时候 就能感觉到那种辣椒的碎末 被你吸到这个红口一样 味道的话其实还是蛮不错 偏酸偏辣的那种味道 其实吧 仔细一吃呢 我觉得有一点像是我们学校门口 卖的那种辣条的味道 但吃下去以后啊 这个酸味就慢慢显现出来了 综合来讲 其实味道吃起来还算是可以 那粉的口感的话呢 我就不评判了 因为米粉的话呢 在我们这边是特产 所以你们懂的啊 那综合满分十分的话呢 可以给到七分 如果各位喜欢吃辣的话呢 真的建议你们去尝试一下 这款的味道呢 就算是蛮不错的 OK 下一个新疆手抓饭 这个手抓饭呢 可能真的被我搞废了 这个变成大兴汤泡饭了 那我们就不吃米饭 我们来尝试它这个咖喱牛肉啊 我觉得牛肉的嚼劲呢 还是比较十足的 吃起来呢也有咖喱味 但是味道比较淡 我觉得可能还是我水放多了的原因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就只能评测到这里了 由于我的大一操作了 真的就浪费了这个东西了 40块钱了 朋友们 那下次咱们再做遮米饭的话呢 我单独把它买回来 咱们再尝试一下 确实比较抱歉了 朋友们 好 最后这个佛跳墙鲍鱼捞饭 这个饭啊 其实说真的包装看起来并不大 但是它这里面的汤啊 你们看一下 感觉这个浓汤真的是浓过头了 说真的 我有一句话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这个炼汤真的能炼出这么浓的汤吗 我感觉好像只有浓汤宝才能是这个样子的吧 那咱们也就话不多说啊 就来尝一口啊 这个毕竟也是40块钱买了一份 哇 这个就跟吃浓汤宝一样 真的不开玩笑 朋友们 再来一口它这个鲍鱼啊 其实我说真的 外卖的那个鲍鱼饭 真的可以跟这个比一下了 这个饭啊 一吃在嘴里面呢 就感觉是满满的那种添加剂的味道 然后它这里面的佛跳墙的话呢 唯独啊 只能看到里面的一点点的香菇 加上一个小鲍鱼 然后另外这个我不太清楚啊 这应该是鱿鱼什么的吧 哇 星宝骨 那这款的话就不平分了 基本上来说的话可以判零分了 全部都添加剂的味道 好吧 那咱们进阶段视频呢 就到直接说 稍微小小的总结一下 除了这个鲍鱼饭 加这个手抓饭的另外两款 味道的话呢 并不算太难吃 但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对比 当地特产的那种味道的话呢 我觉得真的还可能是差了10万8千里了 就拿这个鲍鱼饭来举例啊 你稍微给那么一丢丢的圆汤 那不也行吗 它这个完全是添加剂 所以呢这个真的就是 你如果买了 你就交了智商税 但话又说回来的朋友们 你们看到这条视频呢 相当于大薪帮你们省钱了嘛 OK那如果各位喜欢这条 自热视频谢谢的话呢 麻烦帮助视频点赞 三连一波呗 感谢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